姥姥在家呢 我说 那个 要是爸爸开车的话 你们开车的话 回来接他我那个单子 然后去那个 我有点形容不好的位置 他好像叫幼安 什么设计服务站 还是什么 我忘了在什么 大概就是在景阁 再往南一条街 然后再往 往东 拐弯 就到了 不是 问他下哪个门 是北门 还是东门 咱们这屋的窗户 里头那块 就是小的那层是 38乘103 那就是说 宽的是45乘100亿 但是最起码咱们 知道的就是 跟国航签一个 那个风险协议 然后按他说的 这边上飞机到丹麦 不出现 那是不办 过了12点再办 然后 就没什么问题了 写完了写完了 我这给姥姥送到车站 好的好的 我往里面走呢 找你待会儿 明天早上起来 需要我去开药吗 你忙得过来吗 怎么9号去送拿什么 9号去提签 9号之前把爸爸给我打一个 那个东西给我拿了 原来我需要那个文件 我今天以前要爸爸把车哥回来 他说应该是 你看看你隔一个中的日子 就可以去 我看他酒店好像很早餐的 然后中午和晚上 他说那个扣30的那个 有一笔是已经做了预付款 但是那边还没有扣实款 应该是这边有记录 然后但是没有我的手机印象 是看不到的 然后那个72百多那个 说那个你得问商家是为什么 说如果这边是已经付出了 就是已经扣成功了 就说明不是咱们这边额度的问题 是他那边退货的问题 他现在看我眼不顺眼 他整天不让我穿这个 不让我穿大 还让我脚脱了 你要回来我起来了 我就跟你走 要是没起来 一会儿六点我们接了爸爸 然后从开阳桥往南 你在那个 那个南站那个口 那叫什么 咱家南边出来那口 接你吧 就是吃饺子那个口 我说明白了吗 反正我到那之后就办卡 那也太麻烦了 怎么可能约30次 然后那个额度的话呢 是每天最高都可以是2157英镑 哪个开关呀 我怎么不太明白 起来不能超过5000多英镑 就5万人民币呗 要是想继续使用 就替我这边还管 所以你要是有大笔的钱呢 你再提前跟我说 然后不能单笔 还某一笔 只能是大笔的 我到家了妈妈 我去溜溜他们 两个狗已经疯了